请观赏《星云说语》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星云说语》要跟我各位讲《潮起一滴水》 就是过去在《潮起举著》的《六祖惠能大使》 他的《残法》 就叫《潮起一滴水》 正是流平了停下 哪一个人游行的、学成的、没有受过《六祖大使》的 《潮起一滴水》的《潮起一滴水》 《潮起一滴水》的《潮起一滴水》 话说 最后,冯文就说 他好高兴、好欢喜 为什么呢? 他说 我过去做一个拱城市 每天都是与钢进水梨 这个木头为伍 说来说去 钢进木舍 都没有感情 都没有跟他表示什么 自从参与了国际副光会以后 都是人 这些多人呢 有笑、有素、有 他说趣味无弊了 尤其在这个副光会当中最浓烈促成的有一位叫林慧龙小姐 林慧龙小姐 他过去四十年前 是在台湾地理公司服务 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子跑到胆腹去了 多少年也没有灵犀 不过 他那时候是我们的信徒 他促成了这个国际副光会以后 这个 西丁凤居士 他说 这个 他就是我的城市 这个很不容易 当初 潮起一地水啊 山上山河 大地群 这个意思是 当做一点点给这个林慧龙的信仰 他能可以把这个信仰得到四十几年后 能可以在胆腹那里补种 能可以给他开花 给他记录 让很多的人呢 都能参与到这个副光会 所以 所以 他就引用了这一句话 我是 改叫到 我们 这人讲啊 迷一够人 都可以做 潮起一滴水啊 这个一滴水 你可以给人指论 你可以给万物成长 你可以用这一滴水啊 去洗净天下的五味 至少能洗净自己的心里的肮脏 一滴水 一滴水 太险不止土浪啊 大海不应洗流啊 这个一滴水就能可以沉江沉海啊 都是靠这个一滴水啊 所以 我们各位观众们 潮不可以请死 一滴水有无限的神迹啊 一滴也有无限的神迹啊